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朋友 欢迎来到园友科学乐园 现在一起来跳舞啦 耶 小朋友 一起来 小朋友 快快来 科学乐园真好玩 拍拍手 跳跳舞 跟我一起扭一扭 动动脑 玩科学 头好壮壮 真聪明 小朋友 快快来哦 大家一起玩科学 耶 疯狂玩科学 耶 小蜜桃姐姐 小蜜桃哥哥不见了啦 他说他要去吃饭了 怎么都还没回来呢 对啊 对啊 小蜜桃哥哥啊 他说要去吃日本料理 可是也吃太久了吧 怎么还没回来 他不见了 他不见了 他都吃过头了啦 小蜜桃姐姐 小蜜桃姐姐 小蜜 小朋友 你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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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蜜桃哥 什么事情这么紧张 到底要看什么啊 我刚才不是去吃日本料理吗 结果店员送了一碗汤 可是啊 我怎么开都打不开耶 对啊 怎么可能 你是说这一碗吗 对啊 怎么可能会很难开 我开个看就好啦 好 注意看喔 打开 你看 真的打不开 两个碗都浮起来了 怎么会这样 所以啊 我就在想说 小朋友喝汤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遇到这种情形啊 所以啊 我请你们大家一起来想 为什么会这样啊 握握看小朋友喔 好 有没有小朋友 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很烫会冒烟 因为你说汤很烫 汤很烫会冒烟 你觉得是那个烟 让盖子打不开是不是 好 那有没有小朋友 别的答案 好 你 我转一下 你说什么转一下 盖子 盖子转一下就可以打开吗 是这样吗 等一下我们来试试看 好像有个小朋友答案很多 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你都没有忘好奇我 忘好奇 那你的答案是什么 好 其实这个我爸爸 以前就跟我说过了 香蕉糕糕糕你试试看 把碗斜斜的 然后让空气宝宝进去 这样就可以打开了 开盖子的时候斜斜的 好 用旁边斜斜的旁边开 你看 斜斜的这样子就开了 真的耶 哈琪 你好厉害 小朋友刚才教了好多的方法 刚才我也是有一手扶住 一手这样拉 可是拉不开 可是斜斜开就可以 就从旁边这样咻 就开了耶 对 我都忘记 哈琪对吃最有研究了 可是...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哈琪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对 你在问谁啊 我也不知道耶 那不知道没关系啊 我们来看看动画就知道了 好 科学小原理 一起看仔细 我们的盖子会打不开 那是因为碗里面有水蒸气 水蒸气宝宝把空气都填满咯 这时候碗外面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就打不开咯 我知道了 原来是因为大气压力 刚刚香蕉哥哥把盖子打开的时候 我就想到咯 因为你们看 这个汤会冒烟 是热热的对不对 对 所以当我们盖子盖的时候 里面的热气在里面会变成水蒸气 就会凝结住这个盖子 那外面的空气宝宝 就会围在这个碗外面 把这个盖子压住 所以盖子就打不开咯 所以里面的热气 它的空气宝宝 就压力变得比较小 外面的空气宝宝很多 压力很大 所以这样子拉的时候 直接拉就打不开 所以小朋友 下次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从旁边斜斜的这样 就打开了 小朋友都学会了吧 你们讲得很清楚 这样我都懂了 那香蕉哥哥 我们还要玩什么 其他的游戏吗 对啊 今天既然讲到 大气压力 那我就来玩 大气压力的游戏吧 好 OK 有什么科学游戏 跟大气压力有关呢 我准备了一个神奇的法宝 小朋友想不想看呢 想 这个 这个不是钩子吸盘吗 对 这就是钩子吸盘 就是吸在墙壁上 就有一个钩子可以挂东西的 对啊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念咒语 我就会把它们两个合在一起 然后用力拔都拔不开 好 那小朋友知不知道 我们的咒语是什么 哈七哈七哈 好 那我们一起来念 好 一二三 哈七哈七哈 哈 咒 咒 黏在一起 我没有用浇水对不对 对啊 也没有用强力浇 你看 现在 咒 我没有假装 怎么可能 那水平条几起来 拔看看 你看黏在一起了 好 咒 真的拔不开 是不是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拔开 真的 对啊 要好大好大力才拔得开 好 那我们再来黏一次 好 然后小朋友再念咒语 来 哈七哈 那现在请小朋友来拔看看 是不是要很大力才拔得开 好 你 出来 看你是不是很有力气可以拔得开 那我们一起数一二三 一二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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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把它拔开 加油 是不是要很用力还是拔不开 加油 很用力拔开了 拔开了 有没有要很用力 有对不对 有 好 谢谢你帮我拍拍手 好 那我们现在再找一个小女生来试试看 不过我们要先试咒语啊 预备 来 哈七哈 好 去试看好不好 你来 那你来这边拔 1 2 3 我们一人一边吗 1 2 3 1 2 小心... 是不是要差点跌倒了 差点跌倒 代表她用全身的力量才拔得开耶 而且是没有拔开是断掉了 你们看 真的 所以是不是要很大力 妳还好吗 妳有没有怎么样 没有 妳好棒喔 帮她拔手 好勇敢 小蜜桃姐姐你看 谢谢你 你看是不是断掉 可是没有拔开 真的耶 怎么会这样啊 香草哥哥 为什么这个吸盘 它互相吸住的时候 怎么拔都拔不开呢 那现在我要来一个更难的 我刚才小男生还有水蜜桃姐姐 都拔得开 现在我要再加一个法宝 就是水宝宝 你们看 我先把它拔开 水宝宝 先拔开一下 我拔得开 我也拔得开 我拔得开 拔开了 拔开了 好 现在我要加一点水宝宝 好呢 加一点水放在吸盘的中间 我会吸得黏 小朋友说会更黏耶 更不容易拔开对不对 好 那你换了一个 新的勾子吸盘 对 然后我们现在一起说魔法咒语 好 黏住了 好 请水蜜桃姐姐来拔看看 刚才它拔得开 现在看可不可以拔 好 来 一二三 好 拔开 好 拔得开吗 拔不开 好 那我们请小朋友来试试看 不可能 好 那我选 它看起来最壮了 我们把桌子移到旁边一点 真的都拔不开 那我们一人拔一边好了 瓜弟弟你是大班吗 转过来 一年级 好 那你看看 等一下 我觉得不行要自己拔 那你自己拔 你要抓这边 你要抓这里 它这个身体的地方 好 好 拔数一二三 来 一二三 变成钩子了 拔不开对不对 你已经用全身的力量了吗 真的 怎么可能 拔得手 拔得手 有点痛痛的是不是 好 那我们帮他拍拍手 真的也都拔不开 小狗狗 再找一个 小朋友说他拔得开 我拔得开 好 我知道 好 这个弟弟 感觉力气也很大 好 帮你数到三 一起数 一二三 加油 不能拔钩子 不能拔钩子 要拔耳朵的地方 比较好拔 加油 是不是不好拔 完全打不开 好 你看 你已经用很大力了 放下来 真的 还是打不开 为什么会这样 你看 还是勾在一起的 对啊 好 谢谢浩浩 刚刚我们没有加水的时候 很用力很用力拔就可以拔开 这次怎么加了水 把它们吸在一起 怎么拔就拔不开 对啊 因为这时候我加了水 水宝宝 就把里面的空气宝宝 又擀更多走掉了 里面的空气宝宝 就很少很少 它里面压力也变小了 外面的空气宝宝 很多很多压力比较大 对 对 所以这样子啊 用力拔 可是外面的空气宝宝 一直压里面 所以拔不开啊 因为它力气好大 好 那有什么方法把它弄开吗 其实很简单喔 小朋友你们看 只要 有人举手耶 那你们要不要猜猜看怎么开 我啊 好 好 来 弟弟跟我说 来 用指甲扣对吧 用指甲扣一扣就打开 那我们来试试看喔 好 你看 这两个啊 吸盆中间有一个缝 那我用指甲把它扣 像在拨那个瓜子一样 那把它拨开 拨开一个小洞 哦 让外面的空气宝宝跑进去 就可以打开了 对不对 对啊 那水蜜桃姐你试试看 黏起来 现在是 那你用指甲剥开 是不是 拉看看是不是很难 真的 还有一点水 所以吸得好紧好紧 里面下面有空气宝宝 那我要剥个小洞 让空气宝宝跑进去 剥开 哇 真的耶 空气宝宝跑进去 一点点气盘就很容易打开了 那我们请小朋友来试试看喔 好 我请刚才拔过的小朋友阿咪 他拔过了他知道刚才不好 来 你先来访问你一下 转过来 刚才拔的时候是不是不好拔 对 你用力也拔不开 对 那现在你来用 你先拔看看 是不是跟刚才一样 好 好 是不是跟刚才一样 是 那你现在用拨的方法 对 把它拔开 打开了 给大家看看 打开了 耶 拨的有没有很好拨 有 有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哇 随小朋友学到了 只要我们把两个吸盘中间 拔开一点点 让空气宝宝进去 就很好拔开了 好 原来是这样子 那如果电视剧前面的小朋友 不懂的话我们来看看动画吧 科学小原理一起看仔细 我们把吸盘吸在一起 因为在压的时候 把空气宝宝全部都 擠…擠出来了 这时候外面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就打不开了 我懂了 那刚才我们玩的是小吸盘 现在我们来玩 大吸盘 这个这么大 浩琴 你知道这么大的吸盘 平常用来是干嘛的吗 吸臭臭毛桶的 对 阿霄哥哥 这个是干净的吧 这个是新的 所以小朋友 我们拿实验做的这个是新的 那家里用过的 尽量不要拿来玩 对啊 因为会这样子 所以小朋友想不想看 想 好 玩个鞋 有 小哥哥好想玩 快点玩 好 那水蜜桃姐 你拿一支 我拿一支 那我们现在把这两支 这个吸盘吸在一起 好 吸住 那小朋友 要念咒语 好奇 好奇 好 好 吸住了 压扁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它拔开 来 1 2 3 有没有一个用力的感觉 有耶 再看一次好不好 我的坏掉了 嚇我一跳 好好笑喔 再来一次 再看一次 我觉得我没有压紧刚刚 好 那我们魔法咒语要大声一点 预备 好 压扁了 好 压扁了 那现在要拔开了 1 2 3 4 1 你看变形了 真的 像小哥哥的变形了 而且好大的力量 而且要花好大的力量才拔得开耶 对啊 那我们现在请小朋友来拉开 是不是要用力才拔得开 好 好 那选你好姐姐先选两个小朋友 1 2 3 用力 要这样拔 我要问一下 有没有用力拉才拉得开 有 有 有很大力的感觉 有 有 那我们要拍拍手 好 再找两个人来试试看 谢谢你们 好 只拉三个可以拉 来 1 2 3 我 差一点跌倒耶 有没有花很大力才拔得开 有 有没有很大力 有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帮他们拍拍手 我也想要玩 你也想要玩呢 好 那你跟水蜜好姐姐拉看看 好 我先帮你们把它捏起来 来 魔法咒语 好姐姐 好姐姐 好姐好姐好 再一次 好姐好姐好 好 连住了 你看 好 那你们来试试看她了 我要我 我要我 好 来给你 进来一点 好 好 拉得开吗 可以 1 2 3 都快跌倒了 哈琪 你很厉害耶 我拿到这个 不知不觉就想唱歌 小朋友 快快可爱 不是麦克风吧 我对不起 我是小鸟哥哥 现在要玩什么呢 对啊 你看我这边还有一个游戏 这是我的魔法筒 明明是垃圾筒嘛 对啊 明明跟我们家的垃圾筒一样 小朋友你们家垃圾筒 是不是也像这样子 对 可是还有垃圾袋啊 才不是呢 这是魔法筒喔 你看我里面装了垃圾袋 对不对 可是一般的垃圾袋 垃圾袋或是塑胶袋 装上去的时候 应该很简单就可以拿起来 对不对 对啊 那这一个很难拿起来 你看 我从里面拿 应该拿得起来才对啊 可是什么 你用你假的 你故意装的 那小鸟娃姐姐试试看 好 那我 这有什么难的 真的 小朋友你看 我怎么拿都拿不出来 那小朋友你们刚才观察到 这个垃圾桶有什么不一样 不是 大声告诉我 哪里不 哪里不 交代交代 你们让我给你一个交代 对不对 好 他们是说这边外面有黏交代 好 那你来偷偷看 那你来偷偷看 来 不可以大力把它拉破 你可以拿 把塑胶袋拿出来吗 不行耶 再大力一点 拉得出来吗 你看这个塑胶袋 里面有没有被交代黏住 没有 对不对 没有 好 谢谢你 好 再请一个小朋友 来 你 好 来看看 好 来看看 没有 没有 什么 有吗 你检查一下 你说 有吗 有黏吗 来 我们来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那你可以把它拉出来吗 拔不出来 是不是觉得这个塑胶袋 都被旁边的这个桶子 给吸住的感觉 因为这边粘起来 所以就拔不出来 为什么这边粘起来 这边拔不出来 可是 应该是到这边才拔不出来 对啊 应该是可以拔到外面 对啊 应该是可以拔到外面 我来告诉你 我来告诉你 好 我们先谢谢泽泽 谢谢你 小朋友说 里面没有黏胶袋啊 怎么拔不出来 有黏胶袋 可是胶袋黏在外面 应该是到这边才拔不起来 对啊 那我来告诉小朋友 你看 当我们要把它拉出来的时候 这样子里面的空间就变大了 可是你看我们旁边 有贴一圈胶带对不对 对 对 这样子空气宝宝可不可以跑进去 不行 可不可以 不行 所以啊 里面的空气宝宝是一样多 可是空间变大 它的压力就变小了 所以外面的压力比较大 这样子压力里面又小的 所以这样外面推进来 所以你就这样 用力拔也拔不出来 另外我们又教大家 把这个树药在旁边封死了 所以外面的空气宝宝跑不进去 对 那如果空气宝宝跑得进去 可不可以拿出来 可以 那我们来试试看 好 那我们旁边有准备 刀片 好 那小朋友在家里面 如果做这个实验的话要小心 一二三 好 这边有一个洞了 有没有 我刚破了 有 那我现在用用力轻轻地 一二三 你看 空气宝宝有进去 就慢慢地会全部拉出来 有没有慢慢地全部就拉出来了 有 有 你看有没有慢慢越来越长了 有 我的手慢慢地 因为空气宝宝从哪边进去了 那个洞里面的宝宝跑进去 所以这个塑胶袋就可以被慢慢拉起来 对 一直拉 刚才是不是只能拉到里面 对 现在整个都跑出来外面了 有没有 这代表外面的空气宝宝 从这个 我刚刚搁的洞里面 跑进去了 对不对 空气宝宝就从这个洞 跑进去了 所以塑胶袋 现在拉出来了 而且你看我都没有用力 它自己的力量 就可以让它整个跑出来了 原来是讲到这样的小朋友懂了吗 懂 那如果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 跟哈琪一样还在想的话 哈琪 我想的头好痛喔 我想的头很痛喔 没关系 那我们一起去看动画就知道了 好 开始小原力 一起看仔细 我们把塑胶袋放进桶子里面 然后再绷起来 因为拉的时候空气宝宝跑不进去 这时候外面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就拉不起来了 小朋友今天玩得开不开心 开心 哈囉 我是月亮姐姐 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记得按这里的订阅 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喔 另外还有很多更精彩的节目 也都在这里喔